设计 就意味着解决掉实际使用之外 我还有一定的表达的东西 副装就是这个 什么是Armani传递的东西 如果只有一个词语的话 就是优雅或者是pop 永恒的经典 我的神秘是 我想要试所有的神秘 穿错了一次也没问题 穿对了一次也不是永恒的 更重要的是我这个架子 可能不是一个像模特儿一样 好的身价的架子 但是最主要是 我跟这个每一件不同的 一个类型的衣服 在一起都能传达 既不流失自己 又不觉得脱了这个衣服 想表达的后腿 衣服是我的道具 我也是这个衣服的道具 我成功要跟这个衣服 合而为一 这一刻我来 我是代表着 Armani的MTM系列的 这个代演人 我来享受这个过程 我在前排坐下来 他们也能看见我 我代表了中国男演员的 一个个体 我在看台上 但是也有台旁边人 也在看我的一个表演 那也有趣我觉得 很有趣 对于别人来讲 像工作的事情 对于我来讲 都是一个经验 这个经验没有高和低 做时装周 并不一定 对于我来说 比电影 当演戏那部分差 也不会比行走更重要 它们都是一样的 只是在我面前出现 很未知的 我去享受 享受那一刻就好了